朋友们,大家好 大波奇皇朝秘史欢迎大家订阅,点赞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李尔为什么要称为老子而不是称为李子呢 您各位要知道在古代姓氏后面加个子 那是对人的尊称,历史上获此殊荣的人 可以说是屈指可数 比如孔秋就被称作孔子 孟科就被称为孟子 莫迪被称为莫子 可是为什么说道家雪派创始人李尔 却被称作老子而不是李子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其实有两个说法 这第一个说法呢 就是李尔一出生的时候 耳朵很大 因此被取名李尔 而且他一出生就是白须白眉 因此被尊称为老子 但是这种说法却经不起推敲 听起来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相对来说第二种说法更为靠谱一些 这第二种说法呢 老子的真名叫做老丹 哪个丹呢 来说白了 左边一个耳朵的耳 右边呢 一个再见的再去了上面一横 也就是冉冉生起的冉 这个字称为丹 因此就被后人称为了老子 您各位听到这肯定说了 这不扯呢吗 他不姓李吗 您各位可以去翻去 有种说法 李姓老姓 中国百家姓的老啊 这个姓氏他全都源自于老子 所以说老丹也就被称为李丹 那么这样看起来 这种说法更加的靠谱 也是更加符合逻辑思维的 好了 本期大波齐皇朝密室 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期咱们聊聊005百家姓 为何要用赵钱孙力打头呢 欢迎在大波齐皇朝密室 下方点赞留言 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